字幕提供 范例15 在時間T等於0秒的時候 某一位跳水選手 他從高是32尺的平台上跳下 換句話說 在這個圖裡面 這裡就是那個平台 他跳下來以後 已知在時間為T秒的時候 他的高度是H等於-16T平方加16T加32尺 那麼這裡 同學看一下 這個H就是高度 這個高度函數 高度是一個時間的函數 這個跳水選手他的高度 會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 你可以把T等於0帶進去這個式子 T如果是0的話 他就是32 也就是說他最原始的位置呢 是高度為32尺 然後他跳起來 然後落下來 那麼這個圖形畫出來呢 他是一個開口向下的一個拋物線 為什麼 因為他最高次方係數小於0 所以他是開口向下的 好那麼這個題目 他叫我們求什麼時候到達最高點 然後求出最高點的位置 其實也就是這個H它的極大值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函數下去做配方 首先這個函數呢 H它是-16T平方 再加上呢 16T 再加上呢 32 那麼我們先把這個-16提出來 提出來以後呢 這邊變成T平方-T 減T 減T 然後我們把這個32呢 放到最外面 32放最外面 那接下來 這個兩項要配完全平方 我們知道呢 它缺的是2分之1 那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式子呢 寫成2T 再乘2分之1 再乘2分之1 那 這個式子 同學看一下 T平方-T 我們如果把這個T呢 拆成-2 乘T 乘2分之1 那麼 我們就知道說呢 要配的是 這個2分之1的平方 然後你加一個2分之1平方 後面要減一個2分之1的平方 回來 加一個要減一個 然後最後再加一個32 最後再加32 落下來 那 這裡 我們再把這個公式寫一下 這個A平方要減2AB 所以剛才為什麼這邊要配一個2 那 因為你原來的係數這邊是1 所以你這邊變成2以後 你後面要調整一個2分之1回來 那這個2分之1呢 就是B的 那 所以我們要加一個B平方 加一個2分之1的平方 配完全平方 那麼 你加一個2分之1的平方 就要減掉一個2分之1的平方 所以這邊前面這三項 我們就可以 把它寫成一個 完全平方 是就是 A減B的完全平方 那A是T B是2分之1 所以 這個把它寫成這個 T減2分之1的平方 然後後面這一項呢 就是減4分之1 減4分之1 再加上32 好那麼 然後呢 那我們再把這個-16 乘進去 好 配完全平方以後呢 把這個-16 乘進去 那乘到第一項 就變成-16 然後T減2分之1的完全平方 那-16呢 你給它乘上-4分之1 它就變成正4了 那最後 後面要加32 好 所以你再把它整理一下呢 我們就得到呢 它是-16 T減2分之1的平方 再加上呢 36 再加36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說呢 這一個泡物線 它的這個頂點 這個HK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 1分之1 36 好 同學 把這個跟標準式 下去比對一下 A乘上 X-H的平方 再加K 好 那這個標準式呢 這個H現在是1分之1 K是36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呢 它的頂點是1分之1 36 那因為這個式子裡面 它是 變數是T的 它不用X 這個T是時間 好 這個高度隨著時間的改變而改變 所以它變數是T 那另外呢 這個 為了避免符號重疊 所以同學這個H是高度的意思 那這個高度 我們算出來它的頂點以後呢 我們就知道說呢 當這個選手 他經過這個 時間等於1分之1秒以後 他達到最高 最高是多少呢 最高就是這個頂點的位置 也就是36 36 好 所以 它的 什麼時候到達最高點呢 就是它開始跳水以後的1分之1秒 好 那到達最高點 那最高點的位置呢 就是 36尺 好 36尺 那同學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下去求它落地的時間的話 其實也可以求得出來 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落地以後 它的高度就是0了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H呢 設成0 好 所以這個題目 如果繼續叫你求這個落地的時間的話 你可以令這個H為0 那也就是這個-16t平方 加16t 加上32 那這個等於0 然後你兩邊同時除以-16 好 這邊就變成了-t 再減掉2了 這等於0 那這個式子呢 剛好可以做音式分解 我們把前面的t平方拆成tt 後面這個-2呢 拆成1跟-2 好 那你這樣交叉相乘呢 產生中間的-t 所以這個式子 我們就可以把它 音式分解成這個 t加1 t-2 好 t加1t-2 好 那它等於0 那所以我們就得到呢 這個t等於-1 好 或者是呢 t等於2 那因為時間呢 沒有負的齁 所以呢 這個2秒齁 t等於2的時候呢 滿足這個方程式齁 也就是滿足這個方程式 換句話說 當t等於2的時候呢 它的高度變0 齁 所以這個選手呢 經過2秒鐘以後呢 就落到